日本在世界杯首帳製造驚喜 以若聲強 唐安律和淺夜託亡兩位後備球員見宮 反勝德國 向來都被球迷批評 用人和戰術奇怪失當的辛寶一 突然成為了日本英雄 球迷紛紛向他道歉 佩服他的調動 不過 今場日本不敵哥斯特尼加之後 相信有不少日本球迷都會後悔之前的道歉 今場面對同組實力最弱的哥斯特尼加 辛寶一的正選令人看不透 進攻四人組只是保留了廉田大地 伊東順也 九步建英和前田大延都沒有正選 唐安律 上馬勇忌和上田倚勢擔正 結果日本上半場只有兩次武威脅的遠射 辛寶一半場將表現低迷的上田倚勢換走 派淺夜託磨入堤 至於上馬勇忌 在場上留到82分鐘才被調走 而下半場變陣三中堅 派三仙分等逆風入場打逆位 最後到落後才把南野託實派上陣 但為時已晚 為何辛寶一要將這些最強的球員 收在後備席做奇兵 這場失利 令日本變回地獄模式 下場就要在實力和狀態都巔峰的西班牙身上搶分 消防城紡 之旨 海船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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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